近两年短剧市场蓬勃成长 迅速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你知道吗 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短剧是郑州产 也许你正在看的爆款短剧 就是垃圾郑州短剧人的手笔 如今郑州 西安 鹏店 被业内誉为全国短剧三大种地 接下来由我带大家来到国内排行前十的一家短剧公司 沉浸式体验 短剧的制作揭秘爆款短剧是如何诞生的 好 就目前而言 大多数的微短剧分布在各大视频平台 大家观看场景也都集中于独准环境 或是碎片化的时间中 一部高质量短剧的诞生 必然离不开其优秀的剧本 精彩剧情的呈现 离不开编剧和制作团队的倾心付出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各个部门成员 我们依次划分为不同的小组 各小组筹备自己所负责的项目 大家在全力以赴打造每一部爆款短剧 现在我们的制作团队 正在进行拍摄前的剧本围读 大家根据角色分别朗读对白 这一环节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 人物的情感和故事的发展 还可以让我们发现剧本中的台词问题 以及我们后期拍摄中 可以预见的场景布置和演员安排的问题 剧本唯独结束了 制片老师正在核对整个项目上的预算 来支撑整个剧组拍摄期间的 一时柱形 制作一部优秀的短剧作品 如果说剧本是基础 那么场景的选择以及后期的拍摄 就是最终将艺术呈现出来的关键 现在我们要跟着主创团队去拍摄地 做最后的副景工作 通过副景来将我们的项目 朝着正式开机进行扎实推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办公室场景 副景这一环节 是我们项目拍摄前的关键工作 是我们拍摄时所用到的实景 在现场拍摄时 能够顺利计划我们的可执行方案 设备以及设计拍摄手法 由此可见 一部优秀的短剧 要想将剧本的表达进行生动还原 离不开我们制作各个部门的信心把控 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这熟悉的打板声 我们开始吧 经过主创团队的精心制作 和演员老师们的精彩表演 项目顺利杀青 接下来我们将视频的素材 送到后期团队老师的手中 将一段段视频剪辑 并驯染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经过我们的层层审核 最终让作品以最完美的状态 呈现到观众的眼前 一部优秀短剧的诞生 是以整个团队倾心打造的成果 大家缓缓相扣 一起为观众打造正能量的短剧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